开车最怕的就是遇到摩擦了 要是一般的补动车还好 只要给保险公司就行了 赔偿都在自己可控范围之内 然而要是遇到像奔驰宝马法拉利这种豪车 那真是赔都赔不起 一旦划痕就够赔一辆车了 所以一般遇到豪车大家都是躲着走 近日有个倒霉50车主就不小心碰到这种事 还是撞到劳斯莱斯 这种事故责任不在自己还好 但这事故还偏偏是武林全责 这下子吓坏了武林车主 赶紧下车道歉 而当劳斯莱斯车主下车的时候 却也吓了一套 赶紧摆手分开车子 没要赔偿就走了 原来这武林宏光的车前贴了豹子 劳斯莱斯车主趁还未发生爆炸之前 火速撤离现场 也是在之前的车子也没有命中药 这次事故只能说武林车主走运 没有遇到难缠的土豪 不然一下子要摆干好几年活了 小编经常被教育开车注意安全 远离贴亦然亦爆的车辆和豪车 随在此小编提醒大家 开车注意交通规则 礼让为先 切切因为赶时间而钻交通的漏斗 比如在没有摄像头的红绿灯路口 闯红灯之类 交通规则本身是为大家的安全制定 人人遵守的话 那么像这样的事故会少很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